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从事开发工作三年后加入了千锋HTML5的百人教学听团 至今为止已经有一年多的教学经验 这一年来不仅是我对教学工作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学风格 因才师教 劳逸结合 深入浅出 实践才能出真理 现在呢 如果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千锋HTML5就业班最新课程题系中 移动端外部阅明布局的课程 首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是移动端项目 那么顾名思义 运行在移动端的项目就称为移动端项目 那么什么是移动端呢 主要是指我们的一些手持设备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和平板 当然还包括一些其他便习设备 如智能手表 掌上游戏机等流动设备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前端页 学习移动端页面呢 通过我们这个手持设备的解释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 随着科技进步及人们日常生活节度的加快 我们通常呢 花费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的时间 比使用电脑的时间越来越多 为了适应市场及用户的转变 越来多的服务呢 从PC端转向了移动端 就导致移动端有着强大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市场 作为一个外部高级前端工作室 移动端页面布局呢 也成为我们必须掌握的技能之一 并且移动互远网的大时代已经到来 学会移动端页面 才能高薪就业 而在移动端页项目的开发过程中 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在PC项目中从未遇到的问题 如设备种类更新太快 项目不能实时跟进 各个浏览器厂商不统一 导致各种兼容问题 网络信号的强弱导致体验不同 HTMI5学习成本带高 等等的 以上这些问题呢都需要我们前端开发人员来给出对应的解决方案 也就要求我们同时需要具有移动端页面开发的能力 我们先锋移动端外部页面布局的课程呢也就应用而生 下面呢我会通过以下几遍向大家简单分享我们这门课程 首先什么是ViewPort 其次移动端的尺寸与PC端有什么不同 接着移动端页面常用的布局单位 最后呢是移动端常用的布局方式 那么什么是ViewPort呢 简单来讲 ViewPort就是浏览器上用来显示网页的那部分区域了 但是我们的浏览器也就是ViewPort的实际宽度 是和我们手机的宽度是不一样的 无论你的手机宽度是320像素还是640像素 在手机浏览器的内部的宽度呢 它始终会是浏览器本身的ViewPort的宽度 如今的浏览器都会给自身提供一个ViewPort的默认值 目前新版本的手机浏览器 绝大部分是以980像素作为默认的ViewPort值 我这里呢对新版本不同平台下的浏览器做了测试 发现iPhone下的默认ViewPort为980像素 安卓下的浏览器目前主流的 比如Chrome还有很多国产的像QQ和UC 他们的ViewPort呢也是980像素了 但是 ViewPort的默认值一般来说呢都是大于手机屏幕的 这样在我们的手机浏览器中就会出现横向滚动条 我们知道在布局页面中除了一少部分网页 是特殊的横向布局 其他正常情况下出现横向滚动条是非常之用的行为 所以一般的我们会专门的转器设计一个移动端的页面 再通过对ViewPort的简单设置 使ViewPort与设备尺寸相等 或者有一个相互关系 从而使我们的页面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在移动端页面布局中 我们除了需要了解ViewPort的概念 还需要了解一些移动端设备特有的属性 但并不是这些属性在PC端不存在 而是PC端的属性对我们的页面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移动端的尺寸与PC端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三个概念 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分辨内的概念 平时我们经常听说到或者遇到的 比如1920x1080 这就是一个分辨率 那它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屏幕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像素点数 第二个呢就是叫PPI 它表示屏幕的像素密度 也就是屏幕上的英寸显示的像素点数量 第三个呢是一个DPR 它表示设备物理像素与逻辑像素之间的对应关系 那么这里呢我们提到了一个物理像素与逻辑像素 我们刚才讲Vport之后应该会有同学有疑问 说我们的手机买回来可能是1920x1080或者其他更高 比我之前说的那个Vport默认的980要大 这样的情况下呢 也就是我之前所说的物理像素与逻辑像素之间的关系了 也就是DPR 我们以1920x1080为例 1080呢表示物理像素 而我们在Vport中获取到的是逻辑像素 也就是之前提到了一个980 所以之前的Vport的默认值所比对的大小 其实是逻辑像素的大小 而非物理像素的大小 以最新的iPhone6为例 在不做任何缩放的条件下 iPhone6获取到的Vport的宽度为375像素 这个像素呢也就是屏幕的逻辑像素 而购买时我们所知道的750像素 作为屏幕的物理像素 那么我们在做页面的时候 到底该使用多套尺寸呢 如果我们按照640的页面去做了一套页面 那是不是还需要做一套750的页面呢 那很想象是不需要的 我们只需要使用移动端页面布局的单位 结合Vport来进行页面重构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那移动端页面布局中 常用到的单位哪些呢 首先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常用的单位有EM、REM、百分比和VW、VH 那这几个单位分别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EM它是根据负元素的方式的值进行计算 REM呢是根据更元素的方式的值进行计算 百分比呢是根据负元素的尺寸进行计算 VW、VH呢 它们分别根据Vport的宽度和高度进行计算 100VW或者VH等于Vport的宽度或高度 那么这些单位有一个什么样的供应点呢 它们都是一个相对单位 它们都可以根据Vport的变化进行实时改变 所以说在我们移动端设备里面 只用这些单位的话 可以让我们的页面有一定的自适应或响应水 那么这里呢 我们以REM为例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设计稿的宽度为750像素 那我们将整个图复成100负来看 那么我们现在就让根元素的方式的Size为75像素 设置为HTMLO 方式Size为75像素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比对设计稿 比如设计稿中有一个DIV 宽高都为75像素 那么我们就可以写成DIV高度为1REM 宽度为1REM 可能看到这里一些人还是不明白 怎么用REM做到适配不同的分辨率 那么我们继续 现在我们换一个高度为640像素的手机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REM单位就起到作用了 因为我们的REM是根据HTMLO的FORM Size来进行改变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HTMLO下的FORM Size 就是根据设计稿度 除以HTMLO的FORM Size 等于1REM的值 这样我们在页面里面使用REM的时候 就有一个等比率的变化 从而做到适应我们不同屏幕的分辨率 当然我们如果需要动态的对HTMLO的FORM Size进行改变 就需要通过JS来进行操作 具体的操作方法会在我们课程完整课堂内详细介绍 这里都暂时不再演示 那么我们在了解了常用的移动端页面布局单位之后 我们常见的布局方案有哪些呢 我们移动端常用的布局方式 这里我们来简单介绍两种 一种呢是弹性布局 也就是百分之百布局 我们的代表网站呢是拉钩网 一种呢是等比率速放布局 也就是我刚刚给大家演示的REM布局 我们的代表网站呢是网易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弹性布局 此时我们来看一下拉钩的网站 它的顶部和底部的班呢 不管分辨率怎么改变 它的宽度和位置都不变 中间每条招聘信息呢 不管分辨率怎么变 招聘信息的图标信息都位于条目的左边 薪资信息都位于右边 而等比例缩放布局呢 它使用JS动态获取到VPort的宽度 便按照一定的比例设置给HTML的方程态度后 可以实现长大的屏幕适配布局 比如我们眼前看到的一个网易的页面 因为REM能等比例适配所有的屏幕 它是根据HTML的字体大小来控制REM大小 所以说在不同的分辨率里 我们看到的页面结构都是相同的 它所有的信息呢 都是一个等比例放大的关系 大家可以从图中呢 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那么今天呢 就先给大家分享这么多